昨天在一大早就可以看到有不少民眾要搭乘北上列車 主要是因為今天14號大年初五是春節廉假的最後一天 有些人是要趕著回去上班 而這個票好不好買呢 來聽一下民眾的訪問 我是買自由做的 坐位的票都賣完了 對 都賣完了 一個月之前一般都是這樣 要不然你前幾天一定都訂不到票 買自由做稅還好 有的人是一個多年前就已經把票買好了 不過也是有不少人現場買買看這個自由做 想說如果從高雄搭乘的話 這個自由做應該是找得到座位 而今天就要收價了 不只這個高鐵左營站人潮不少 另外交通部的高空局的預估 像是國道北向的部分 應該這車流量也會是平常的一點五倍 如果民眾等在今天不管是要搭高鐵 或者是開車北上的話 要有心理準備人潮車潮會很多